我是建议在那个Cursor EXCUE的时候 我是建议你先不要EXCUE 你先做什么 像我以前的习惯是把它Print SQL 这个字串 先确认里面的东西是正确的 你再去做执行 OK 这样会比较确保正确 所以这边的话 假如说我今天把它EXCUE一下 我先不要去执行 把它改成那个Print它里面的SQL语法 那我先看一下这个SQL语法 有没有错误 特别注意 这边的话第一笔一定是一个数字 然后这边一定是一个文字 文字的话前后一定要有这个符号 如果少这个符号也不行 另外的话Double一定是小数点 OK 所以基本上像这样的是合法的 如果说你不确定说是否合法 还有一个方法 Copy一下 你可以怎么样呢 直接把那个SQLite 我刚刚讲过 SQLite这个软体 其实它有EXCUE 但前提第一个一定要还是把这个Pack先打开 然后再browse一下 里面是空的嘛 我把它EXCUE 这一笔贴上去看看 这一笔贴到这边EXCUE看一下 它没有错误表示OK 是合法的 如果这边可以执行 那表示你这一行 等一下RUN应该没有问题 你可以browse一下 这边就一笔了 不过待会会有个问题 它是unique的哦 所以你如果已经有一笔一啊 你再insert一个一就会出错 所以其实还有一个方法 你可以把相次改成它自动产生也可以 就是让它自动产生也可以 然后呢这一栏就改成不要放进去 就是这样的话可能可以避免一些重复资料问题啦 OK 那这一笔把它delete掉 OK 好 或者是说你可以drop table啦 因为你们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音色这个没有问题的话 那你就可以把它直接这一行mark掉 所以以前我有 我会print之前我一定 EXCUE之前会先把它print先确认OK 我才会去做EXCUE哦 所以看起来这个地方如果没有问题那就把它执行一下 执行之后OK的话呢 那你会发现它应该就没有错误哦 因为我现在没有把它每一笔每一笔print出来哦 OK那如果没有错误表示已经EXCUE 这一条locked 一样这边把它关掉一下 这个两边都会 会互相会拉去哦 就是打开那边会把它锁起来 好 目前的话我是没有跳出错误讯息 不过如果特别注意哦 你已经执行一次之后哦 假设你在执行第二次的话 会发生错误哦 除非怎么样 除非哦 假设在执行哦 诶你会发现他会跟你讲说哦 这unique哦 这里面你又insert一个像次又从1开始 那不是又会有重复的资料吗 哦 不过如果你用自动编号就不会啦 只是说他又有重复资料 那当然也不OK 所以比较OK的方法是什么 你可以先怎么样 先把旧的table给drop掉 所以你可以什么 先执行一个drop的table名称叫park 先执行drop的动作 再去做产生park OK 不过也可以delete 不过做好像比较快一点 而且比较简单 那这个时候你再去执行他的话 他就会先drop掉之后 再把资料放到里面 OK 另外的话你也可以把上个礼拜那个 把资料查出来的这个练习 另外再开一个 比如说这个资料 我把它改成park 然后一样把它查出来 OK 这时候就可以把它查出来 或者你可以把两个合并在一起 没关系啦 反正主要是我们可以放进去 也可以把它再把它叫出来 OK 如果说你要除了刚刚讲的 你这边可以drop掉之外 你也可以把它delete掉 delete 这个资料 你可以下一个 不过好像左右配比较快一些 那做完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 待会我们要继续再来看其他列的题 那我刚刚提过 其实网路上开放资料很多啦 比如说像刚刚举的例子 比如说这个开放资料里面 CSV这个里面 有那个零售的那一题 如果已经做好同学 可以再试试看 假如你要把那个网路上零售的那一题的资料 同样的其实基本上不用怎么改啦 我是建议以后如果你做出一个范本 以后真的蛮重要 如果有个范本拿来call 有时候相对 那你要注意一下细节 其实你里面蛮多东西的 其中CSV这个资料格式里面CSV 其中的话呢 就我刚刚提到那个练习题 如果已经刚刚练习OK的话 你可以找找看 因为我觉得他这个 他这有些东西还不错 比如说哪边的脚踏车比较容易被偷 还有什么住宅窃点的三观资讯 因为其实小偷都有惯性 而且小偷现在好像都偷小的不偷大的 然后呢什么再生家 其中有一个是零售市场行情这一个好了 如果等下有时间的话可以再试试看这个 这个把它点进去啦 如果说我要把这个资料 一样再放到我的Database里面的话 那特别注意哦 首先第一个你先看一下我们预览 第二个特别注意哦 那我要怎么知道他的CSV放哪里 OK啊其实我我刚刚那一题其实这样 下载有没有 但是你点下载他就直接下载 可是如果说我今天不要让他下载 我要知道他的那个位置上来 其实就按右键就可以了 右键有没有 这边有个复制连接网址 其实就是这个网址 或者当然你也可以按右键去检查他的什么 他的那个里面的原始码 不过我想你这个原始码 有点难的 找到了对不对 你还把它打开来 打开来之后呢 其实在这里就有了 有没有 这个其实也可以把这个复制啦 不过我觉得好像这样比较简单啦 你要跳到城市码里面去找 相对对同学来说比较复杂 OK 所以第一个请各位先试一下 再把那个开放资料里面这个范例 把它试着做做看 如果已经做完的话 或许可以再改一下 看看有没有办法把那个 台北市的公有零售市场行情 再把它下载下来 看一下里面好像他的资料 比数的话大概也943笔 如果希望能够一次性的就把它做出来的话 其实你可以利用你已经做好的范本 其实来修改 他蛮快的 只是说他现在蓝位是2 是6蓝 6蓝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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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